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我为解瓜料理跟介绍做了12张海报 如果你有需要都可以拿去用 因为农民重,然后我们大家吃,大家利用 这样才可以增进我们的正循环经济 这边看到的是,我会把解瓜拿来录菜 做比如类似像沙拉跟沙拉的料理 如果你要烤鸡啊,比如圣诞节万圣节啊 你要烤鸡,大节日 你也可以把解瓜跟根筋的一起放进来烤 甚至做炖菜料理,其实都很好用 那解瓜呢,它有水分,所以还蛮juicy的 然后也有解瓜该有的一个蔬果的甜味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干煎 用橄榄油,或者是像这样我煎牛排 然后会有一些牛油,我就可以把它拿来煎解瓜 搭配海鲜,搭配肉类 或者是在家里自己做烧烤的时候 你也可以拿解瓜来烤,都很好吃 那我自己本身比较吃地中海料理 所以像这样子的炖菜料理 然后要上桌前再打几颗蛋 你就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那或者是把你的炖菜料理拿来沾吐司面包 都很不错 我欢迎大家都多多尝试 你没有吃过的或者是你很喜欢的食物跟蔬菜 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